学的会,用得着的加农菜 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经典的凉拌菜 小木耳提前用水泡发 莴笋去的皮之后呢,给它切成片 准备一根黄瓜 先拍碎,然后再切成小块 把切好的莴笋和黄瓜放在一起 加一点盐给它拌匀 沙沙蔬菜里面的水分 五分钟之后,倒出腌出来的水分 这样蔬菜既提前做的底味 吃起来也会更脆一点 木耳泡好了之后再用清水搓洗几遍 然后开水下锅 煮一分钟,把木耳煮熟 捞出来之后最好再过下冷水 这样吃起来会更脆一点 然后和蔬菜放在一起 接着我们把大蒜 红线椒和小葱都切一切 切好了之后呢,放在一个碗中 淋一点热油,吸出它们的香味 接着加入两勺生抽 三勺香醋 一勺蚝油 鸡精 白糖 还有香油 拌匀之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家常凉拌汁 最后我们再来切点香菜把它放到蔬菜的碗中 然后淋入调配好的凉拌汁 破匀就可以了 这几种蔬菜搭配在一起非常的好吃 这个凉拌汁也非常的经典 可以用来做很多的小菜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 有机会就做给家人和朋友试试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拜拜 我们下期见,拜拜 我们下期见,拜拜